2023年国际邀请赛 AR对阵BBBO3的第二局 目前是AR1比0暂时领先 我是本场解说Feregan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的小雪人 我们也是看到了赛前的一个采访 和现场观众的一个反馈 今天是中国观众到场的人数是格外的多 在赛前我们就听到了 身后珊瑚海照一般对于AR的应援 是的 而且第一盘AR的一个整体表现 是让大家喜出望外 对 这两个队伍的比赛 打得确实非常精彩 那么这一场比赛呢 双方的之中又是发生了一些的变化 BB是感觉CK整体前中期拼机 又真的不一定拼得过 所以这一把选择在 把CK放在三二位 然后转而出虚空凤凰 保证后期团战求稳 是的 其实上一局老冬金的凤凰 在有几波团战当中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的位置 但是他发挥的并不是很佳 所以这一局的话在这种上是 他们帮凤凰补足了控制 给凤凰创造一个 更好方技能的环境 对 这一盘的话 AR的一个整体这种选择 就比较偏前中期了 是的 前中期的节奏会加快 所以BB最后一手的应对 也是选出了中单龙几 在这些天野里 应该是第一次出场 是的 也是针对中单帕克 一个对线的英雄 我们知道这两个队伍的 中单位的纠缠 都是非常想拿到对方的现优 所以这盘其实对于AR来讲 他们前中期包括选LUNA这条线 对线不要出茬子 然后前中期该把控的 一个节奏要把控好 一旦被BB这个阵容 拖刀后期是非常难处理的 对 可以看到 帕克本次比赛的总体 胜率是59% 还不错 虽然上场率一般 但是一般也都是 后继手选出来 打对方比较好用的英雄 这一局是天命操刀的巨压海明 因为FY的群英碧零 相对来说熟练度会更高一些 对 而且有一个远近搭配嘛 上一局的话 给C5尝试了一下 他自己比较招牌扎的 但效果不好 上路的话选择了一波 对海明的动手 再往前追 伤害看够不够 还差两下普攻 应该是不够了 吸引方林 这一波是没有交际的 啊 中路 GPK找到了一波机会 对Mayby帕克完成了一波单杀 因为刚才看到帕克 应该是个1-2对点比较凶 对 然后GPK应该是 找机会学了一级 神龙摆尾 是的 11-3的龙骑士 本身对线优势 补刀领先 又完成单杀 这一局GPK的开端 非常的不错 对 他拿了一血之后 应该是什么 户外基础装备 都会比较足了 对 这边上路广东手 但是开了暗影之境 不是很好深追 其实刚才场间 我们也是同时看到了 AR和BB两个队伍的 这个选手 在外面的一个状态 感觉BB上一局 输的应该还是 相当的不服气的 是的 上路这条线的话 其实整体而言 BB上路线的强度也很高 是的 CK加上千里放铃的一个 前中期甩技能 跟技能伤害是非常强的 对 中路的话 就是直接追死了一个 两级 没有学三技能 而且也没有蓝 放技能的帕克 是的 可能也是 前面压龙骑血量太凶 导致自己的蓝量和血量 都不是很健康了 对 被神龙摆毁之后 直接就苦弓追死了 这样一来 对于帕克来说 是非常难受了 是的 已经有了护腕魔棒 加上加速手套 也是选择了烛火 确实拿到流失对线以后 GPK的一个 对线个人能力 还是体现了出来 没关系 这把有海明 包括雄心变力 其实都是比较能搓的 上路海明先行阵亡 就还是不依不饶 追着打 这个对线的话 其实露娜是很需要 辅助来护的 如果说辅助先死 露娜一个人战斗力 就不是很强 其实露娜也是一个 对线需要凶对面的 英雄 这里幻魂的沉默 让凤凰不得已 只能飞回来 原地吃三锤 这个配合出点点小失误 但伤害应该是够的 其实对于AR的上路线来说 我觉得海明的三级 是比较关键的 他需要有一个雪球 去稍微规避一下 对面的技能 对 如果能躲一个 CK晕 就比较好 海明只有两级的话 确实第一波对拼之中 会吃大亏 又是装住了 这个三级 非常的痛 又是非常的惊险的一波 问题不大 贝比的帕克先买了一双鞋 想提高自己的机动性 灵魂的去多控一些神斧 空路效果还是比较出色的 居然海明在三级 应该是留点想击杀 但是留了一点的 下路虚空对于大锤的 一个压制能力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你显然想杀虚空 也是比较难的 其实这个版本 我发现在比赛中后期 使用虚空假面 这个核心的队伍 已经非常的少了 对 主要是拖延不到 他的一个强势机 就像我们那天看到AR打嫩死 当时是K1的 全款刷新柳 然后微拆封一次没有用过 因为虚空假面 这个英雄他面临一个 先看这一波 对凤凰的一个动手 换魂接三锤 晕住之后再加一枪 控制链很完美 但是伤害差了一点 主要是感觉没有输 能让他往回跑 是的 下路应该又是尝试一波动手 但是Safe开启了 暗影至今 没什么办法 正路 瓦龙骑士到6的时间非常早 6级打4级 对线压2级 关键是这个时候 4级的帕克来帮他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只能看着他去耗这个 有点难受 这一局GPK的中路 打的是格外的用力啊 对 没比这波应该还是回家了 对线5分钟压一千 非常高的一个对位经济领先 上路又是一个花两人 反手拉回来 海明接了一个2秒云 海明的位置很危险 开摔角行家反拼 吃了一个仙草 但自己的位置 应该还是要被点死了吗 最后开暗影之境的 最后一下 想卡一下 视野能卡住吗 这楼要死了 卡住了 但是楼的位置 反而自己有点危险 互救一下 但是下一发的互乱之间 已经CD好了 感觉上路这个 两人互拼的话 是一个小小的滚雪球啊 就是拿到人头的一方 会优势越来越大 对 天命这边 三级是选择的比较拼 没有选择雪球规避 直接两级帅两行家 想拼伤害量 但是没有拼过 但这个加点 一旦拼不过的话 其实自己是无路可退的 会越来越拼不过 6分钟 隐身服还是被GP控到 对 FY刚才应该是站在服点 想帮助一下 没比 但是内枪也是没有打中 内壁带兵反跑 龙骑士穷吹不舍 有个隐身 一定要打你一套 憋着一口气啊 哎呦 晕住打一套 死不死不说 一定要打一套 上路找机会 动P2 但是伤害确实差一些 对 因为CK基础装 已经是起来了 这样要被滚雪球了 说实话 感觉不能有 太大的一个杀星了 对 要稍微稳一点 而且这个血量的CK 吸两下就吸回来了 现在AR的边路 可能需要等到中路 帕克到六级以后 一个带TP的支援 这里老东京的支援 先来了 这波要越了 对 要越 这里AR以来的一个 FY的群影碧灵 给了一个换魂 去稍微的掩护一下 但是楼的位置 还是先阵亡 怎么能打一个换 好想换不了了 AR还是因为前期 等级低技能少 伤害差了一点 对 前两级的对平 没有取得优势 被滚雪球了有一点 中路龙骑士 第二条龙 再点 这一局线上BB的优势 非常大 龙骑士的一个雪星榴弹 他出了一个雪星榴弹 单杀了 MAYB 这个操作之前 我看GPK在玩 冰雷卡的时候会带 然后他这一局 也是很敏锐地 把握到了自己 对线的优势 而且他很笃定 MAYB是没有学习 相为转积的 对 他对于帕克的精神伤害 把握得也很精准 对 显然是没有算到 这个雪星榴弹的伤害 6-1的开局 7分半领先2000经济 优势无限大 这样NED4的巡弓甲面 也可以安心地 发育到自己成型的时间 在前中期看来 目前是有极大的一个 发挥空间的 这个情况下 AR反而要稳住局面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帕克大招 包括破晓晨星 马上就到6级了 对 因为这个时候 BB优势很大 所以说他们的行为 会比较激进 然后这个时候 你防守反击 反而容易占便宜 看一下帕克跟 破晓晨星的双大招 能不能帮助AR 去搬回一些场面 这波控弯服 应该是会往下走 但是 应该是杀不了人的 看了一下 选择回中 中路聘点聘龙骑士吗 这个龙骑前期 应该有点动不了 刚才没看错的话 老龙骑应该是 TB取消了 小亮了一本T 他觉得对面会动龙骑 但是其实想了想 不太可能 是的 现在BB三路站稳线 可能是要等 中单龙骑士的一把跳刀 CK和虚空甲变 也全部有了大招 凤凰还在上路 楼在利用自己的 月光去消耗一下 赢魂之类 新银方链在往上包 BB前期的进攻主 还是要看中单龙骑士 这个动向 GK还是在打跳 已经有了 非常快 8分50秒跳到龙骑 中路直接开龙推线 然后自己是可以 接跳带TP的 他的这一波支援 会比较关键 他这波支援 而且很隐蔽 这个跳确实来的太快了 还是说直接动中路帕克呢 我感觉他有点想动帕克 下路这边 虚空甲面被打出沉没 加三锤 伤害致死吗 一枪再加雪球 他有一个反手的大招 可以留人的 对 所以不要小心 C5T下给利多花 留住了天命的海民 但是放了个冰片之后 虚空甲面也是比较保险的 没有选择放大去 单照一个酱油 是的 他不舍得 而且应该是中路 龙骑士报信息了 帕克这一波是 傲处不在往下赶 这波对AR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一波机会 这波下路 帕克已经到位了 但是龙骑士还在打前 还在观察 龙骑士在观察 他说队友 你们站位可以猥琐一点 如果对方动先手 我会来 但是我如果对面不打的话 我可以再发育一会儿 对 他也是在跳到之后 选择补点金 龙骑士 这个位置其实是 踩了AR的视野的 对 边缘照了帕克 但是效果似乎很差 应该是一个自保大失败 对 然后GBK跳刀 想动天命 又是被大招救下来 不过Maybe 侧面的走位 是有点大意了 有点低估 对面双将有点输出 能不能换掉 换掉一个凤凰 自己想往前走 这里CK双对付来了 应该是走不掉了 一枪 掩护一下 但还有一刀 对 GBK收下人头 那这样一波 打了一个二换二 二三后 会换掉对面的一五 我们看到Maybe 这一局也是比较拼的 前期没有学相位转移 就是一个纯一二对点的帕克 来提高一点伤害 常态这波团战的话 确实BB应该是一个 虚空甲门的自保大招 对 他应该想边缘照住 天命跟帕克两个人 但是天命还是把技能放得出来 但是Mayby在后续追击的 一个过程之中 是提估了Save这边 前一放铃的伤害 是的 但是在AR前期经济落后 和等级落后的情况下 互换人头 其实对于AR来说 可以接受 有上波是奥数大招 所以这波奥数好得非常快 Save这边 能走吗 应该是走不了了 找到一个酱油提一下 这还是一个称号人头 给了将近六百块 还可以 不如扶的 对 打开 哦 玩了一个赏金给Mayby留着 要提防一下BB战队这一波的 一个跳到龙奇 包括一张CK的一个强势器 对 但是我看到龙奇跳到之后 再补点金 包括虚空甲门也在出点金 所以说虽然说龙奇很肥 但BP整体的激动还是放的比较慢 他们对于自己的后期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他们应该是在等龙骑士的变龙CD 对 GPK基本上变龙有了就开 也是比较注重保持一个自己发育的个人节奏 前期线上不是很顺的Luna 也是开始进野区开始补发育 对于AR来说 比较好的敲击是查理斯的一个经济非常健康 而且他可以对于对面的一个 整体团战的一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对 他们甩技能其实就那样 对 很容易去抬起来 不过确实整体的一个控制比较充足 大纯是一个整体可以提高AR攻守容错率的英雄 在AR这种比较喜欢打进攻的队伍当中还是比较好用的 要启动了 龙骑士应该有变龙了 对 龙骑士的蓝量其实一直是压得很低啊 也是用来打钱 这波楼嗅觉应该也是比较敏锐的 看一下塔刀还会不会去收 漏的话很有危险 放月光 虽然说很谨慎 但对方人已经到位了 直接是一个跳端加凤凰变弹 CK激活的一个牵手 海明根本救不了 想换对方的龙骑 看伤害够不够 虚空放大 招住两人也招住两个自己的队友 像后排的帕克跟群比能可以输出 但是鞋里放了一个恐惧恐惧的三个人 非常的漂亮 打了一个反现手 化解了帕克梦几山上的一个先手 这样的话海明和大锤正面是全部倒下 帕克虽然这一波大了四个人 但是没有输出 其实AR是有所防范的 并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天光现实是帮助 就是Luna抬了非常多的一个血量 但是对面第一时间的人有点太起了 五个人的一个输出 AR这边第一时间身边其实是没有人的 第一时间龙骑跳端凤凰变弹加CK起脸 全部集火 Luna是没有救下来 第二时间虽然说帕克大四个 但是行影放链也是恐惧了四个 打了一个很漂亮的反手 这波其实是比较明的 并且AR对于对面的伤害判断 可能也是我的破晓神经打到 我能支撑到 你Luna活下来 或者说等我队友赶到 但确实对面的技能交的也非常果断 被动到了第一时间凤凰直接就交弹了 13分钟大老师给到一个91开 因为这局BB除了有线上的优势以外 也是一个后期更为厉害的阵容 中路又是一波对帕克的先手 成功的完成了击杀 龙骑是等级太高了 14分钟已经是满级的神龙白尾了 14分钟8500经济 目前来说AR的整体输出量不够 对 就是纯拼肌肉的话 应该是有点拼不过 海明又是撞到龙骑士头上 雪球挡一下诅咒王冠 但这里身边是没有任何队友的 海明也是无路可逃 骗风的位置虽然不错 但是第二个端CD好了 又吃了一口魔棒 但龙骑还有跳刀 高时有点多 GPK太肥了 跳到简直之后立刻身上有了2000存款 是的 6-0-2的龙骑士 打的也是非常的偏个人节奏 要把无解肥保持到最后 下路推掉AR的最后一个外衣塔 进一步压制AR整体的发育空间 他好像扫描扫到树林里有人 是的 看一下会不会跃 还是比较谨慎啊 这一波龙骑士可能是变龙即将结束 并没有强推这个一塔 选择了退回来 他就是想打钱 说实话 其实时间刚才想推肯定能推掉的 是的 但是确实打的很谨慎 他感觉可能会有点不稳 就是这局GPK非常不想断节奏 我感觉他一次不想死 而且他BKB之后 确实有很可能 这一盘就比较难击杀了 对 他是有能力这一局 把强势期维持到最后的 他这个点睛的过度 也非常的顺滑 F1应该是更新了 相对而言比较关键的阿托斯 这样就不太依赖 单帕克的大招了 然后反掉这边的一个现眼情况下 这波应该是看走位想开悟 反掉现眼 但是野区三小区 高台其实还有一个假眼 前面一个提前的兵面封路 保护一下自己 不想给酱油交太多技能 对他们来说 主要还是推线发育 出关键装 以及去拔AR的防御塔 来看一下阿托斯的第一波 配合天空间 但是这一枪大空的比较可惜啊 被Nightfall这边跳了出来 可惜 可惜了 这一波 没被在侧面被留了 天命也被动手了 这波BB的一个反打 想奋而击杀 直接照两个 找到了一个帕克的落点 同时又照住了 F1的穷影碧灵 这两个应该是都要死 同时正面查理斯也被留住 两秒云接凤凰变弹 比较理想的combo 虽然可以走出凤凰弹的范围 但还是被CK拉回来劈死 前中阶发跃过好的 二三号位 是扫图压制 就是BB最喜欢打的一套节奏 对 这一局确实是 BB的二三号位太肥 直接是带着虚空假面 打出了一个前期的碾压局面 对根本就不需要虚空假面干什么 他只需要稍微紧上天花 把人能够 他只要不空大就可以了 刚才其实AR第一时间是 很有机会去杀虚空的 查理斯是暗面第一波 对 但是很可惜F1T一枪是打空了 而那波应该会对虚空有一个击杀 也就后续可以走 再选择凯悟 必须要利用这个阿托斯做些事情 这三兄弟目前来说是 还是有输出的 大锤暂时还没有天光现实的CD 这一波有可能是 形影方琳的一个破误位吗 这波杀辅助的话 其实不是很赚 最好能动到对方的核心 这波其实BB三合适 暂时没有技能处于一个散刷的状态 所以说AR这波开悟的时机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 自己没技能 对 龙骑没龙虚空没大 那我就退回自己野区 我前面游戏很大 我也稳一手 这边在逛图之后 意识到机会不大 分散的做些事情 天明这边是摸了一个眼 那比较是打钱 Luna更新了分身斧 但是下一波带BKB的龙骑士 带队过来是非常凶的一波 Pure这边 恰见在出引刀 恰路应该也抓不到了 对 在取得很大优势之后呢 BB队友内应该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和商议 打得也是偏稳了一点 该放的一塔也可以放 幻象局顶下线 龙骑士拿到自己的BKB 虚光甲没打到还有30秒 对 我感觉这个时间段 BB的队内语音应该是主要在听GP的节奏 他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装备来打 指挥队友 你们跟着我打 BB的跳刀还差一点 但是 这波开悟应该是最后的一些技能真空期了 GPK的BKB已经运到了身上 还是在无限的变龙打前 这边是一个偷盾 有暗灭跟摔角行家 有机会 速度很不错 对 这个应该是BB想不到的 看一下 CK更新引刀 偷到了一个 在自己烈士局面下 对方几乎很容易空到迪迈肉山 帮自己争取了点容错率 是 但说实话 对于BB的正面进攻应该影响不算特别的大 基本是没有影响的 其实 就当前这个装备跟惊喜情况的LUNA 就算带了盾 其实也不太好带队去推进 完全刚不住这个正面 对 BB这边也不关你有没有盾 我到了我的技能强势期 我就选择开悟 照样开悟 加速神斧 龙骑士稍微蹲一下 踩住加速 控斧 然后看一下是冲哪里 哪一片区域 这个基本上是装谁死谁 以目前他们的一个经济来说 对 左边应该是海明处在一个破位 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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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比较强势的出击是 只杀到了一个五号位 天命的巨牙海明 应该会尝试一个 抓人之后的转中推 现在虚空假面 暂时处于一个落单的位置 但是在塔下 如果说冒人动手的话 对方支援反打 包括虚空自救 大招一旦能照出来 AR也是有点接不住的 对 在上一波的一个技能衔接控制 出现问题之后 AR感觉杀她的一个成本会比较高 对 露娜是在眼下 现在在AR的野区 是有两个假眼的存在 整体BB的线上打得好的情况下 确实会做这种比较深的进攻眼 Dumbness拿到了跳刀 但是整体的节奏是比较难找的 这一盘 对 BB跟着两个假眼的视野 想找一个露娜的打前位置 但这样白天明着找不开物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难抓到人的 感觉他们物应该用完了 对 这一方也在补点睛 BB对自己的后期也非常自信 是的 所以说BB在中期稳住局势情况下 也并没有特别急于在这个时间去终结比赛 他们对自己的后期也是比较把握的 两兄弟扣掉一个魔方 回家补一波 对 但是FI的魔方其实 对于酱油来说 意义不大 对 收益不高 技能吸血 以及永久轻的技能增强 塔利斯也更新的跳刀 目前对于AR来说 是有一个双跳刀双切入的一个节奏 可以去尝试去秒掉对面 没有BKB的核心或者双降游 对 但是最好我觉得是秒降游 感觉这一段时间 BB本来就比较想发育 加上AR控盾 BB就更加地放开刷一波 可以稍微等下他们的大哥 虚空假面的装备成型 虚空下一波 再见到他应该是带着BKB了 对 这一波远够打完已经有了 对于AR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不好的消息 现在AR的阵容当中 还没有足够的物理输出 可以应对对方 这个这么肥的双BKB核心 打团得利用PAK的高提动性 配合破晓晨星的位移 去想办法让BB先造成减缘 最好是能够先秒掉对方的一个酱油 虚空也BKB了 三兄弟开悟 这波上瘾找虚空 Pierre也蹭了一下诡计之物 FY这边躲在树林里面 但是是一个有可能会被破误的位置 放了一枪看到弹道了吗 他们想下落抓人 应该是看Luna的一个打前诡计 要见鬼了 AR焦扫描 其实很有意识 但是Luna还是走不掉 没有BKB的Luna 而且没有分身斧 是夺不了装的 对 强救 强行救吗这一波 查理斯强救 想强打这一波 Luna先交盾 正面海明被晕住 要直接白给了 Luna起身也没什么扇斗力 凤凰直接变难 Luna放大招 但是被Pierre的分身抵挡 龙骑士没有管Luna这边 再跳回来晕住 配合凤凰应该还是够杀 想尽量扩大优势 放背的差距有点太明显了 包括刚才天命 其实非常着急的 想去救Luna 但是在过程中 被CK直接晕住堕死 这一波其实Luna被动 自己没有BKB 走不掉的话 我感觉AR的判断 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对方人来多的情况下 你这样一个一个来救 应该是一波葫芦娃 现在装备 完全是不够打正面的 对 虚幻假面 上一波甚至 没有释放自己的大招 刚才Mayby也是在 侧翼去切这个凤凰 但是整体比较穷 输出比较低 有什么作用 现在对于AR来说 他们只能找到 最好的机会去多打少 让对方显检员 或者对方很难守 而如果对方是一个 一滴时间多打少的话 AR似乎 就算是大哥的话 也只能卖掉 现在BB应该是 三点金手了 即使往后刷 他们也比较的有底气 AR这边感觉 四个点金手 四个 凤凰是也出了一个吗 是的 四点金 然后前中期优势又比较大 小路又是找到G-R海明 其实G-R海明不能这样 去打信息死了 他的跳招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盘 因为对面的三 双BKB的核心 必须去依靠他的跳招先手 然后接上一些控制技能 才有可能 就比如说他跳过去 锤起来 然后接上弹务蓄发 跟帕克大招 突然其他人的控制是 BKB基本上都开得出来的 找到Luna 随便地晕一下 再给一朵花 向神解一下 目前这个局面 确实BB已经非常好打了 因为他往后刷也很有底气 虚空的经济也来到前三 都跟了一把引刀 想更多的去打一些切入跟输出 是的 正面跟什么蝴蝶BKB这种 他一定觉得站不住了 就是目前双方的差距 已经不是一个核心 一键装备可以解决的了 需要找到一些 对方给的机会才行 Pier是踩了AR的真假眼 但是他是有BKB的 拿他有点没办法 想强动一波 打出BKB吗 绝对不掉 都不需要交 打出两本TP 打出了一些信息 但是想扭转局势 想找这样的翻盘点 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而且BB打得确实很谨慎 他们知道是踩眼了 所以也没有选择 贸然地走上去 这一刀吸血 直接又吸回半血 对 他们应该是在等队友落位 然后让老东京上去反野 BK接着BKB的 对意识到这个眼位 直接一起反掉 这局其实BB就是 优势打得也不是很急 反而选择了一个多点发育 打一个后期稳赢的一个策略 其实还是比较冷静的 引刀之后 楼还是框了一个BKB 是的 面对对面这个控制 没有BKB输出也打不上 这一局的话 露娜的装备 确实比较难选择 没有BKB 她也A不了弹 引刀可能只是 作为一件过渡的装备 引刀CK在不停地 给对面压力 露娜这个走位 应该是想寻求一些机会 又是G2海明 已经看到了不想杀 算了 跳招就差100块 比较可惜 对于BB来说 他们这个局面是可以 等一波控盾上高 然后一波带走的 对 9-4更新了大电 现在对于AR的问题 主要就是他们 团战很难补得起来输出 就是一方面 他们很难解决掉 对方三合BKB的 第一波正面 这一波肯定是要减员的 然后在你减员之后 即使通过买活 脱掉对方的BKB第一波 打第二波 AR也没有足够的输出 把对方没有BKB的核杀死 对 所以现在团战 有点无解 有跳了 看一下尝试一下 能不能秒胸甲面吧 就是AR如果想打先手的话 就只有通过一轮combo 能够让对方一个核心 开不出BKB死 是巨压海绵 跳刀的大招先手之后 然后跟上帕克的大招 跟弹无虚发 让他开不出BKB 只有这样才能杀人 对 甚至需要一些 这个弹无虚发 再打出梦境缠绕的combo才行 我觉得只要BB团战 三合都能开出BKB 这个团战AR是没有赢点的 没有任何赢点 当然BB也比较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也没有给AR这样的机会 对 查理斯这边有跳 开悟了 想利用海明来跳到第一波 打些先手 做些事情 这样刷下去 确实也刷不过 后期的成长性 也不在一个档次 说实话 对 肉杉也已经刷新 这里AR的话 又是通过双城之门 先到了肉杉的位置 虚空会往下蹦吗 虚空蹦下来了 要看海明的先手 连接雪球一枪跳 漂亮 我们所剩下的画面出现了 但是他们还想打没有技能了 这波装备差距非常大 选择4打5 装备确实领先比较多 龙骑是顶起BKB加凤凰那个变蛋掩护 非常的高猛 直接一个人杀了对面的三合 GPK声音很大 皮尔也是完成了超神 再找到后排的F5I 这波在成功 先手击杀对方虚空的情况下 BB还是依靠其他英雄的装备领先 大赢了这波团战 这个龙骑是跟CK 确实没有办法 有点太恐怖了 是的 机会找的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所剩下的画面也出现了 但是比较强硬的一波4打5 BB对于自己的一个装备领先上 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 是的 因为杀虚空的话也确实交了AR这边足够多的技能 这样反团灭AR一波顺势逼上高地 可以退完塔之后选择去控盾 哇这么稳 很稳 这边还有四个人在度秒 他不推了 这一局GPK就是一次都不想死 皮尔的CK也是一个10-0-7的数据 主要是确实这一盘BB的2-3号位 在对线期爆发出的不小的实力 对 就是BB这个队伍我们都说他的个人能力强 强强强在他一旦让自己线上取得优势之后 他们很擅长把这种无解肥保持到最后 而且这局龙骑真的是足够肥 他可以让队伍完全围绕他的个人节奏来打 对 顿的一个信息已经读取到了直接开打 龙骑是更新了强袭装甲 这波对于AR来说是一波机会 因为知道本身时间比较差 但是一定是一个围绕盾的一个作战 想出来拼一波 对 所以说其实是唯一的机会了 想动龙骑吗 想用同样招式杀龙骑 看伤害够不够 虚空假面把龙骑士和对方的人全部照住 自己输出其实也很高 配合凤凰的烈日制考 龙骑士一力不倒最后没死 打了AR一个五人团面 正面战斗力已经是完全不足了 TPK装备太好了 但凡他没有拿到那个强袭 他这波也死了 是的 我感觉 他死了之后也不一定打得过 AR还是非常想破一下 TPK这个不败今生 不让他这么骄傲 但他还是屹立到了最后 这波是94站了出来 防护了龙骑士 再反推回来的话 这波团战打完这一局的比赛应该是已经失去全面了 AR还想再尝试一波 还有一个塔防 比赛方凯架这波没有大招 还有20秒 LUNA才复活 但是再开一个塔防拖延一下 BB不会不推了吧 这里应该是有一个声音说 我们不推就稳赢 这真的是不太给机会 一点机会都不想给 我就是感觉龙骑跟CK这两个人一次都不想死 对 再开悟转移 就是他们再推的话 可能最后还是会赢 我们看这一波就是想杀一次龙骑士 这波路上带颖刀 杀一次冠的已经很足了 但是因为集火龙骑 也给了虚空一个非常好招大的舞台 虚空这波是招了四个 FI毕竟是一个将 也没有办法去在虚空大力打死龙骑士 不过看没必的表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对 他就说兄弟们帮我载一次这龙骑行不行 兄弟们说行 并比如说不行 三万的 我觉得AR还想杀一次龙骑 对 三万的经纪领先 他们BB这边还在非常谨慎 这个盾不会被偷了吧 应该不会啊 财阳已经跳进来 就你了 这波维持路段几PK 但是AR的伤害似乎确实不够 龙骑士变龙直接反打龙根本就顶不住 对 除非你让他开不出PKB 对 开出了BB就是基本上不掉血 在装备碾压的情况下 这一波野外团应该又是BB的无悬念获胜 再赢来一波团免之后的AR可能是要敲出GG了 BB还想逃出龙骑士的挣脱范围 但是又被神龙白尾装住 但是没有人跟他 打盾去了 没必打完这一波之后敲出了GG 两次尝试击杀龙骑未果 这样的话BB在第二局也是成功的搬回了一局 把比分搬成 好 好 谢谢观看